那龙卷凤不是你拿快的吗 对啊 只有街道上有吧 对啊 你小区里面有是吧 吃饭了啊 又是我一个人吃 阿老婆还没起床呢 女人呢就是踩不透啊 昨天生一天气 晚上起来直播 吃了一桶面 吃了一桶蒜辣粉 为什么一直让阿老婆卖货 我觉得女人卖货 可能人缘好一点 就是演员 就是别人低眼看到你不反感 就像我这种人 卖东西卖不出去 介绍的再好卖不出去 就像这个酱豆 我以前拍一个视频就卖一桶 酱豆它再好吃 就是经过我嘴去讲 别人不买账 但是我老婆执行力又不行 她高兴了她能拍点 她不高兴了她生气了 她一个都不拍 你要这酱豆脑吗 十六块钱两瓶 然后你要吃 如果说不好吃 厂家还可以退 就这个售后 就这个品质 上哪找 我们卖着这款酱豆它是凹制的 不像农村老土办法做出来的那种酱豆 它做出来臭 我们卖着这款酱豆它做出来下降向性的 其实关于我老婆是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说她生气吧 你哄她 她觉得你发 觉得你虚伪 她不给你太见下 你不哄她 她又说你不哄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女人的痛病啊 刚才刷抖音的时候看到我们宿泉 一个镇上有龙泉峰 正好是我妹那块 等于会打个电话问一下 虽然卖不出去 但是还得给大家退一下 就咱们家的酱豆确实好吃 买给老年人吃啊 买回去做早餐 小鲜菜吃啊都可以 如果吃的口味不通不敷 那咱可以退 不管你吃多少 比如我吃半瓶了 说不好吃 咱也可以退的啊 希望大家能够下一单 喂 这挂完电话呢 我问错了 我问过之后才反应过来 准备打过去的 那龙泉峰不是你拿过来的吗 对啊 只有街道上有吧 对啊 你小距离没有是吧 对啊 我看 走那一条街过去了 然后那条街都被封上了 哦 那缝走那一条街过去了 对 我看挺厉害的啊 对啊 然后又是我了 斯洛子还没上车的 停电了 我们这整个南太都停电了 哦 要不来吃睡饺子吧 车都没有电 我抱肉脚 当下要不我开这里带你 算了吧 啊 我带了了吧 啊 你跟那有没有吃饭 那没去可以弄饭呀 就是没有电了哦 没有电不无聊 归得两三天呗 我就想说 要不你给我送点东西来呗 送点出电话来呗 当下要不 我妹妹是小区里面 小区里面没有 只走了一个街道 我 感谢观看